10月17日 在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的高峰时段造成一人死亡后 紧急救援人员对基辅市中心的移动建筑物进行了火灾和破坏的救援处理 随着紧急救援人员 消防车 救护车和其他紧急车辆处理破坏 建筑物内生起浓浓的灰色烟雾 俄罗斯在早上高峰时段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市中心 并炮击了全国其他城市 这是一周内第二次在乌克兰发动袭击 而其部队在战场上面临挫折 爆炸席卷基辅市中心后 士兵向空中开火 试图击落无人机 居民逃离避难所 可以看到一枚防空火箭冲入早晨的天空 随后发生爆炸和橙色火焰 市长维塔利·克里勤科说 一名妇女在袭击中丧生 还有一人被困在瓦利下 袭击发生在俄罗斯自战争开始以来 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进行最猛烈的空中轰炸一周后 也是在早上高峰时段